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兵与火之战》 本战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匈牙利革命民众的反抗与苏联的铁拳 2.波兰团结公会劳工运动与民主的曙光 3.阿富汗战争冷战的最后一场决力与代价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匈牙利革命民众的反抗与苏联的铁拳 匈牙利革命听起来像是一个历史课本中的章节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充满激情、斗争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幽默时刻的故事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56年 那个时候匈牙利人民决定说 够了,我们要自由 这场革命不仅是对苏联统治的反抗 也是对压迫的呐喊 首先匈牙利人民的反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想想一下 1956年 匈牙利的年轻人们在街头高喊着我们要自由 而苏联的领导人们则在克里姆林宫里喝着茶 讨论着如何用铁拳来解决这个麻烦 这就像是一个不愿意放弃遥控器的孩子 结果却被父母强行带去上圈 革命的导火索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控制的不满 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压迫 人们开始聚集在布达佩斯举着标语 甚至在街头上涂鸦表达他们的愤怒 想象一下 街头的涂鸦不仅仅是我们要自由 还有一些幽默的讽刺 比如苏联别再给我们发冷战的快递了 然而革命的初期似乎是成功的 匈牙利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改革 甚至试图与苏联谈判 想要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可惜苏联的反应就像是一个被打扰的巨人 最终决定出手 1956年11月 苏联派遣军队进入匈牙利 可以说苏联的铁拳就像是一个不速之客 打破了匈牙利人民的美梦 在这场革命周有趣的故事 是关于一位名叫拉兹洛的年轻人 他在街头组织抗议活动 甚至在一次集会上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 结果他的演讲被一位苏联士兵听到了 士兵走上前来问他你在说什么 拉兹洛一时语色灵际一动回答道 我在说 今天的天气是一个不速之客 这让周围的人忍俊不惊 虽然气氛紧张 但幽默感让人们在绝望中找到了些许慰藉 最终匈牙利革命以悲剧收场 数一千计的人被杀 数万人被迫流亡 然而这场革命不仅解之历史的一部分 它也成为了后来的许多反抗运动的灵感来源 匈牙利人民的勇气和坚持 至今仍然激励着那些追求自由的人们 所以匈牙利革命不仅是一个关于反抗运动的灵感来源 反抗与压迫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人性幽默和希望的故事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人们依然能够找到笑声 这或许就是人类精神的伟大之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波兰团结工会 劳工运动与民主的曙光 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do 是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 它不仅改变了波兰的政治格局 也为全球的民主运动提供了灵感 想象一下 工人们在冷战时期的波兰 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政权 然而 他们却用团结和勇气 向一群勇敢的海盗 向压迫的巨兽发起挑战 团结工会的故事始于1970年代 波兰的工人们因生活条件恶劣而愤怒不已 1976年波兰政府决定提高实体价格 结果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 工人们开始组织起来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会 最终在1980年团结工会正式成立 这个工会不仅仅是一个劳工组织 它更像是一个政治运动 成为了波兰人民追求自由与民主的象征 有趣的是 团结工会的创始人之一 莱赫瓦文萨 原本只是一个电工 他的故事就像是现代版的平民英雄 从车间走向了立秀舞台 瓦文萨在工会成立初期 曾经用一种非常波兰式的幽默感 来激励工人们 他说 我们不是在争取更高的工资 而是在争取更高的人生质量 这句话不仅让工人们捧腹大笑 也让他们意识到 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裕 更是尊严和自由 1981年 波兰政府试图镇压团结工会 宣布实施戒严法 然而工人们并没有退缩 反而更加团结 经过几年的斗争 最终在1989年 波兰举行了历史性的半自由选举 团结工会的候选人 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一胜利不仅改变了波兰的命运 也为东欧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 点燃了希望的火花 波兰团结工会的成功 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团结就是力量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只要咱们能够团结一致 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权力和自由 就一定能够迎来曙光 就像瓦文萨所说的 我们不是在为自己而战 而是在为未来的每一个人而战 所以下次当你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 不妨想想波兰的工人们 或许你也能找到那份勇气 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团结与自由 毕竟谁说电弓不能改变世界呢 谢谢小溜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阿富汗战争冷战的最后一场角力与代价 阿富汗战争常被视为冷战的最后一场角力 确实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和细极性的历史事件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 既有深度又不乏幽默 首先阿富汗战争的背景 就像是一部复杂的肥皂剧 角色众多 情节曲折 1979年 苏联决定入侵阿富汗 试图扶持一个亲苏的政权 想象一下 苏联就像是一个过于热情的邻居 想要帮忙修理你家的屋底 结果却把整个房子都拆了 阿富汗的抵抗力量 尤其是穆甲西定沃这还并就像是那些 不愿意让邻居插手的房主 开始了顽强的抵抗 美国在这个时候决定出手相助 于是开始向阿富汗的反抗力量 提供武器和资金 可以说这是一场冷战的热情合作 美国的CIA甚至向阿富汗的战士们 提供了斯特林步枪和毒刺导弹 仿佛是在给他们发放超级英雄装备 结果阿富汗的抵抗力量 不仅成功的抵挡住了苏联的进攻 还在1989年迫使苏联撤军 成为了冷战时期的一个传奇 然而战争的代价却是惨重的 阿富汗的基础设施几乎被摧毁 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 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动荡 就像是一个被打翻的棋盘 棋子四散而去 难以再聚拢 更有趣的是 虽然美国帮助阿富汗抵抗苏联 但在苏联撤军后 阿富汗的局势并没有好转 反而演变成了内战 最终催胜了塔利班的崛起 可以说美国的好心帮助 最终成了一个意外的后果 在这场战争中 阿富汗不仅是冷战的战场 更是国际政治博弈的缩影 各国的利益交织 像是像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表演 谁也不知道下一幕会发生什么 最终阿富汗战争不仅改变了阿富汗的命运 也为后来的国际关系埋下了伏笔 所以阿富汗战争不仅是冷战的最后一场角力 更是一个关于权力利益和人性的复杂故事 他提醒我们历史往往是一个循环 今天的英雄可能在民间成为反派 而那些看似简单的选择 往往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希望我们在面对历史时 能够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刻的思考 去理解那些看似遥远却又息息相关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探索匈牙利革命 波兰团结工会和阿富汗战争 三个充满斗争与勇气的故事 这些事件不仅是历史的片段 也反映了人类在追求自由与尊严过程中的坚持和幽默 在匈牙利革命中 人民的反抗虽然被苏联的铁拳镇压 但他们的勇气和幽默感依然令人感动 而在波兰团结工会的故事中 工人们的团结不仅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更点燃了民主的希望 最后 最后 阿富汗战争则是冷战中复杂的国际博弈 提醒我们历史的多层面性和复杂性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能看到在绝望中人们的坚持与幽默 正如那位年轻抗议者拉兹洛所展现的 即使身处困境 也能找到一丝轻松的瞬间 而波兰的工人们更是用幽默的方式激励自己 展现了团结的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中 这些事件不仅塑造了国家的未来 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面对压迫时 勇气与团结能够带来改变 而在这个过程中 幽默和乐观的态度又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 听完这些故事 你认为幽默在抗争中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你的观点与问题 让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学习 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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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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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tary 日曆 任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